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整個補選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說是爭取普選路線圖的過程 我覺得就是你看到民意 即是市民去參加 其實整個民主過程 我同意毓民說一件事 就是你民主你是橫正於民 由市民去表達 所以你怎樣從那個角度看都是贏的 因為你是從那個市民去透過一人一票告訴你 你看看他對於普選的執著 他對於普選路線圖的訴求是怎樣 在這方面你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你說是否足以構成壓力 我覺得我們絕對不可以看少香港的市民 為何我說前面那麼重要 那個談判後續也很重要 因為你基於民意的表達 你跟著你作為議員 前面想談 而他不談 談不到 我們就跟市民說 喂 他不跟我談 你說他應該跟我談 市民投票就是表達那個議員 政府有個責任 尤其是你自己競選的承諾 你要去搞定他 尤其是他也不用爭取連任 為何他不灑脫一點 做這件事 這件事不只是連任 但他也有一個目標 你以為只有你有目標 他有甚麼目標 繼續做人大 不是人大 政協副主席 太看不起我們的特首 政協副主席 如果現在說有得談 談判你也覺得合理 即是出來方案沒有的話 大家可以談 我是被迫接受 OK 也是 我要成事 我是被迫接受 和我那一套 不要說得那麼慘 民主派團結是大全題 這個可以 這不只是我們同事 你還有民主黨和其他獨立的 我們現在第一 先回答你的效果 剛才Audrey說的我都同意 即是我們 究竟我們做了之後 或者成功了 譬如我們這次定了一個標準 就是我過半數 是吧 或者又選了五個進去 得票又過半數 我們就叫他贏 贏了怎樣 他不理睬你 我不是要他理睬 接著那個球就交給他 是吧 還有 那些選民 香港人民 通過這次的投票 很清楚一個單一的議題 他做一個變相的公投 表達他對那個民主的訴求 或是一個真普選 用余洋薇的說法 到時我們的論述是怎樣 這樣有甚麼壞 是吧 對中央來說 他也要考慮 是吧 如果現在你叫他 你現在逼我 我當然不就範 我要面子 我們不是跟他說這些 是你真真正正給香港市民 他有個選擇 你拖了那麼久 你煲太好混帳 混帳的地方就是 你選舉的時候 你在空口說白話 現在你又不認數 然後2017年不關我事 我跟你們說這個很重要 不只是選舉的成論 很多政黨選舉 總理也好 很多總統選舉也好 連奧巴馬選舉也下了很多承諾 那個反而 deliver不到即是做不到 我反而覺得不是這樣執照 因為很多人在外面做承諾 是吧 算了 但是 最重要的 就是 鋪太2007年10月10日的施政報告 咬緊了 說是基本法給他憲制的責任 他責務旁態要解決香港普選問題 施政報告不是亂說的 我不是說競選就可以亂說 但是這個比他的承諾還要重要 你們兩位明白嗎 我明白 他不只是承諾 他咬緊了 你回去看看 99段到18年一段 他2007年的施政報告 說完沒多久 人大正做了決定 已經蓋了一巴掌 到最後他又要跟北京 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不是說要給他什麼壓力 如果我們這件事能夠成事 他都挺頭痕的 不是開玩笑的 是吧 為甚麼 為甚麼不頭痕 整個社會的氣氛 以及大家對那個 尤其是支持民主派的選民 他有一個機會 再一次去表達我對普選的訴求 是吧 對他 如果他說我完全沒有壓力 我理你也傻 我就不太相信 我覺得飛哥 你想想 2003年 每個人都想不到 七一會有50萬人上街 想不到會因為這樣 董會腳痛 是吧 你不可以少看人民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 我從來都沒有少看人民的力量 我不是說你會 所以我說 你問後果最終會怎樣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我和毓民或其他人 都很難會預知一定是 就是你信得過香港的選民 但是你信得過民主 你就要將這個機會 給市民去透過他們一人一票 去表達 他說我是覺得這個社會 是應該公平的 政治的權力 是應該大家均衡的參與 不喜歡功能組別 特首選的不應該有篩選 這些是我們很簡單的定義 甚麼叫真普選 第一特首選都沒有篩選 真是一人一票 是可以透過 不篩選是篩選Candidate 對 篩選Candidate 一樣 所以你不可以透過 提名委員會去做篩選 然後你篩選完才給市民選 這是假的 美國初選的人都說篩選 葉劉淑儀 但你另一個人可以參選 你兩個黨初選後 找了候選之後 找了一個最強的人 兩個黨以外 其他人都有權去參選 但如果你這種篩選 你這種篩選 就沒有了 不是提名委員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建議 毓敏那次你沒有開過武林大會 但長毛也在 其中一個建議 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人 他真的有 香港有十萬個選民 去提名他 你那個提名委員會 都應該確認這個 等於一個獨立的候選人 一樣 你這個民主程序 應該包括這個 所以我們在說特首選舉 我們就是說 你不可以透過一個 很高門檻的提名委員會 去做一個篩選 然後選余選正 才讓香港人選 這個不是真的普選 我們對特首選舉 就是這個要求 對立法會 另外一個要求 很簡單 你不要有功能組別 你告訴我 你所謂立法會的普選 是不是沒有功能組別 你們建議三十個分區直選 分區的意思是三十區 就是三十個比例代表制 就是現在 我看來全港性的投票 就是比例代表制 我看來為何合理 有很多人說 沒有了功能組別 老實說 醫生 你上去選 你就整個醫生名單 會計師 整個自己名單 如果這樣選 你都選不中 你的事 不是制度的事 你都不去馬 認為可以自動當選 即是選六十席裏 其中一半是比例代表制 這些就是合理的比例代表制 是的 我認為是律師 就是律師名單 讓香港人選 你可以有個名單 但是市民都是一樣 所以不是排除功能團體 那些代表性 你明白過嗎 你這部分 最重要是均衡參與 我們的定義均衡參與 就是真真正正均均衡參與 大家都是一樣的機會去參與 雖然我們這兩位 現在何卓仁要回去商量一下 你認為到最後民主黨 民主黨是民主派最大的黨 會怎樣呢 因為我上次在記者會 前兩天我講了 如果你沒有民主黨的參與 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因為老實說 始終都是民主派最大的政黨 是吧 還有他們不單止在立法會裡面 有九個議席 他在地方上面有很多 區議員之類的 區議員之類的 以及地區的組織 你怎可以說 這個五區總辭沒有他的份 有些人說 你公民黨和社民你都九數 不是啊 可能你認為他沒有可能 可能他們覺得你給他壓力 我沒有給他壓力 是吧 不是啊 你不要這樣說 因為你給每個人都有壓力 很有意思 你怎麼樣 好啊 你有看到 好啊 沒有 有 有 哈哈哈哈